观影山是美国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,曾经获得9次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及5次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的冠军,另外还获得过两枚冬季奥运会的奖牌, 真正职业生活,获得了43枚金牌,由于她的稳定性与在冰上所表现出的艺术性,观影山被美国人称为冰上女皇,观影山1980年出生在美国加州,祖籍广东中山,父母都是来自香港立民,靠在中餐馆打工为之一家人的生活,观影山从小和姐姐一起学习花样滑冰, 但是每个月几千元的学费,让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捉献献肘,为了减少开支,观影山和姐姐不得不每天四点起床,赶在冰场正式开门前去免费练习三个钟头,练习结束后再匆匆忙忙赶到学校上课, 由于注重的天赋,再加上后天的努力,观影山很快脱颖而出,1994年的世界青少年花样滑冰对抗赛中,观影山获得冠军,1995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,他被媒体与播音乐,称为跳跃的豆子, 观影山的故事,激励着无数贫困家庭的小孩,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,他以他的勤奋,执着,自信,阳光,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,在美国,有以他为原型的动画片,甚至连女主角的名字,就直接叫观影山的英文名, 观影山虽然是狂流面孔,但是具有西方女性的狂野,性感已经开放,他嫁给的是标准的美国人,名字叫教克莱佩尔,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,据说在美国白宫任职,不过,观影山的婚姻只维持了四年,而且在离婚的时候,前夫克莱佩尔要求由观影山支付他的法律开支,甚至又传言, 克莱佩尔要求观影山提供扫养费,呵呵,真是无语,一个美国大老爷们,居然要求一个女人提供扫养费,今年38岁的供应山,有着1600万美元的身价,虽然离婚了,但她是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,运动员出生的她,仍不忘对身材进行管理,她最常做的瑜伽,她说,这既让我保持了好的身材, 也在最高难度的运动中,找到了另一种乐趣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